他要拯救 他自己挂在十字架上 背负你我的重担 使我们今天可以自由 可以得释放 可以从罪的匣子里面脱离 以至于就把我们 借着圣灵的工作 使我们可以进入 宽阔美好 流奶云溺之地 让我们在生命之中 得到丰盛 但是我们常常担忧 对不对 我们常常担心 好像这个还不够 我们好像还没有办法 完全相信神的话语 我们害怕再次的失败 我们害怕继续的愁苦 我们害怕继续的困难 折磨 实在是不容易 那我们常常问神 我怎么知道 却知道你的同在 却知神的应许呢 摩西就对神说 他们必定不相信我 不听我的话 必说耶和华 并没有向你显现 摩西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他是用一个假定的语气 他说如果他们不听我的话 怎么办 如果他们不相信我怎么办 如果他们对我说 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 怎么办 我们常常 想到那万一 万一不行的话 怎么办 万一人家不听 万一没有人相信我 甚至说万一 当我遵行神话语的时候 却更多的折磨 更多的苦难 甚至于毁谤 我们担心吗 我们是否常常 把不可能 甚至于没有发生的事情 我们先放在自己的 忧伤和痛苦里面 摩西因着 注重在自己的忧虑里面 担心里面 他却没有想 没有注重到 神对他所说的话 在第十二节里面 神说我必与你同在 你将百姓从埃及地 领出来的时候 你们必在这山上敬拜我 侍奉我 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 神的话语够不够 神的话语 当我们在困难的当中 当我们在忧伤的里面 在我们在失望的时候 在我们在失败的时候 神的话够不够 神的允许 够不够我们 去承担 去帮助 帮助我们 因此耶和华就对摩西说 你手里是什么 从第四章的第二节 一直到第九节 神给摩西三样神迹 首先 神要摩西手里所有的东西 神要我们手里的东西 他要不是我们没有的 乃是要我们有的 摩西说 我手里的 神问他 你手里是什么 他说 我手里 则是杖 杖是什么 是牧人的用具 杖是什么 杖是帮助他牧养 对于摩西来讲 可能只是个用具而已 意义不大 但是神说 你把它丢在地上 摩西手里的杖 就变成一条蛇 甚至于摩西害怕逃 你我手里有什么 小孩子手里的五饼二鱼 当他交在给主耶稣 手里的时候 就喂饱五千人 玛利亚手上的香膏 当他打碎 交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 他就为他安葬 要被纪念 寡妇手里两个小钱 但耶稣说 他所奉献的 就远比那财富 所丢下的一包钱 价值要贵重得多 你手里有什么 Jim Knight 他是一位 在车行里面 修理车的一位弟兄 当牧师知道他 他的工作的时候 就向他挑战 就问他 你是否可以在神的面前 好好祷告 寻求神怎么样子用你 后来他就跟一些弟兄 他就成立了修车事工 他每个礼拜六早上 他就跟一些弟兄里面 专门修那些寡妇的车子 那些单身素女的车子 那些需要帮忙的 帮他们修车子 很快的一个礼拜 很快的每一个礼拜六 他们将会有 二十多部的车子来帮忙 他从修车子开始 慢慢进入修房子 他们甚至于 把那些破旧的车子 整理好修理好了 送给那些 在需要工具 交通工具的人 你的手里有什么 Jim Knight手里有一个把钳子 他交给神 神使用 你手里有什么 今天我们手里有什么 Win Thompson 是一位姐妹 她手里有本书 她也会读 所以她就跟 教会的姐妹们一起 每个礼拜一天 就召集所有 社区的 不失智的妇女们 就请她们来教会 一起来教她们 读 读圣经 我们手里有什么 我们在北美 我们有舒适的环境 我们有 生命 我们有能力 我们有智慧 知识 我们有见证 当我们把这些 交代于神的时候 神就要使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